公司支付给员工一次性商残补助金等 是否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呢 你的发题是 公司支付给员工一次性的商残补助金 是否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 好 这个问题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我们国家财税2012年的40号文件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工商职工取得的工商保险 待遇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里面 明确规定 商残的员工从单位或者是我们的社保机构 领取的工商保险待遇是免征个人所得税的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是我们的工商保险待遇 在工商保险待遇这里面 我们分成两个层面 一个是我们的工商职工 第二个是我们的职工因公死亡的商残补助 那首先我们来看 工商的这个职工按照我们工商保险条例 规定取得的这个一次性的这个商残的这个补助金 还有商残的津贴 以及一次性的工商医疗补助金 一次性的这个商残就业的补助金 工商医疗的这个待遇 住院伙食的这个补助费 外地就医交通费 租住费用 工商康护费用 辅助的这个器具费用 以及生活复理费等 这些都是算这个工商保险待遇 取得的这个这些工商保险待遇 是免征个人所得税的 免征个人所得税的这个问题 那另外一块 如果我现在不是工商 我现在是因工死亡 那么我的这个净亲属按照我们工商保险条例 拿到的这个商残补助费 第一个商残补助费 第二个叫供养亲属的一个抚恤金 第三个叫一次性的这个工丸的一个补助金 它也是免征个人所得税 这个也是免征个人所得税的 这是我们讲这个符合规定的工商保险待遇 那在工商保险待遇这里面 我们特别提醒一下 如果我们是应当 如果它符合单位有交了工商保险 就交了工商保险 经过工商认定或者商丸单认定 它是由我们的一个 由我们的社保机构来支付这部分的费用 部分费用是由社保机构走的 如果说是因为我们的这个 应当参加工商保险 而没有参加工商保险的用人单位 这个职工发生的这个工商 那么它是由这个用人单位按照我们这个规定 按照规定 反正工商的这个保险待遇项目是该怎么付的 你就怎么付 由用人单位按照我们的这个待遇 按照这个标准去支付相关的这个费用 那用人单位参加工商保险 并且去补缴应当缴纳的工商保险费 以及支纳金以后 那由工商保险基金和用人单位 按照相应的这个规定去支付新的这个费用 就过去的过去的就由用人单位在支付新的费用 那么由工商保险基金和用人单位按标准来支付 这个时候我们讲的一个是单位该交工商没交工商的时候 会出现这个问题 好然后我们再来有个学员问了一个问题 他说我们单位去年有一名职工出了这个工商事故 因为没有给他去缴纳这个工商的这个保险 所有的费用都只能从由用人单位来承担 请问这位职工取得的这个由单位支付的这个不度金等费用 要不要去缴纳个人所得税 要不要去缴纳这个所得税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正常的工商事故的这个费用 是由我们的社保工商保险基金 由我们的这个工商保险基金来支付 保险的基金来支付 如果单位没有交工商 那就由我们用人单位在支付 不管你单位是否去缴纳了这个工商 也不管对方支付方 也不管是谁来付这笔钱 只要我拿到的这笔钱 是符合我们工商保险的这个待遇 我就能够去免征个人所得税 就能够免征个人所得税 请大家看